Hello大家好我是RT 鬼神通知是无数八年及生的共同回忆 里头的清凉画面不知道陪我们度过了多少无趣的夜晚 殊不知他的动画其实跟原作漫画有着极大的差异 今天就让我来为大家解说到底差在哪里吧 如果觉得这类影片还不错的话 欢迎按下订阅开启小铃当忧 当然也可以加入会员每个月赞助RT多喝两杯饮料 不不闹 先加入会员太麻烦的话 也可以直接点击超级感谢斗内给我哟 那么我就先开门见山 动画除了第一集以外 根本就整个砍掉重练 首先原作漫画的一开始是从小明小时候开始说起的 而且这边最大的差别就是 他骂一小鬼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把护法轮交给了小明 甚至还教了他传说中的解除前轨封印的咒语 所以才不会像动画那样莫名其妙的拿到护法轮 还要原作不存在的婆婆来提醒他咒语的念法 后来时光飞逝 小妹妹总是长得特别快 再来就是小明骗到三个观光客到一周法堂住宿 这里最大的差异就是漫画的占卜相当成功 而且漫画有说阿嬷已经退休了 所以都是小明一人主持大局 显得更加的合体 动画的则是一个大失败 唯一一样的就只有泡温泉的情节 几乎90%还原 剩下的10%是那个龙的眼睛没有画出来 后来的两个智障法师 猫丸跟犬丸跑来偷寄生果的桥段 基本上就半斤八两了 只是动画版的温泉戏份有更多就是了 不过再来的差异就很大咯 那就是智障和尚被寄生后的能力 漫画原作其实是把妹子直接变成黄金 没说在动画里则是后来黄金元的能力 动画则是直接一口咬下去 让妹子变成疯子 这也就是说漫画后来根本就没有黄金元 也没有不正常人类研究所跟依惠妹子 而且漫画原作前期完全没有阿嬷的戏份 小明一个人被追得无处可逃 再来智障和尚变成豺狼豺后 原作小明就是一个当机立断 直接召唤前轨 但是却失败 动画版则是因为有阿嬷的存在 小明就像个菜笔巴一样 只会大叫救命 后来会发生什么事 大家都知道了 而这篇最大的差别就是 漫画版的一出场就是 又出又大的鬼神前轨 不用这项动画那样 又要一大师显灵来教他解放前轨力量 也不用 阿嬷个十五秒 然后就是前轨用脚戳死敌人的地方不一样了 甚至漫画的前轨还强上许多 开场一喷就把后山给喷掉一小叫 再来的收尾就都差不多了 只不过小明靠前轨的那一下是用拳头的差别 这也代表了漫画的小明也比动画的小明要强上许多 而第二集的开场基本上没有变化 只差在小明压制前轨的强度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动画版的小明依旧还是只会尖叫 漫画版的小明依旧强势了许多 这就是有没有独立自主的差别了吧 后来易壽海的戏份就跟动画版的完全不一样了 漫画版的壽海是因为后山的一小脚 才跑来探望易奏法堂 结果发现房子爆开 小明又在抓一个奇怪的生物 还跑去了镇上的守护神木玄武大树那里 这边两个版本就开始分道扬镳了 之后的剧情几乎90%完全不一样 忘记动画在演什么的 可以去看我之前做了鬼神同志总复习 而漫画这里则是遇到了一只被易大师封印千年的妖怪 动画则是遇上山脑禅师的红莲 而且这一集就是利林变成去死去死团的那一集 漫画甚至还秀了一招远距离召唤前轨的超神法术 根本无敌 甚至在这里潜贵就已经自行突破力量解放 但是重视如此还是被千年妖怪压着打 而就在这个时候动画里很多后来才会的招式 漫画在第一集单行本里就全都会了 就连这个中指金刚脚加上小明的喷射火焰的连续剂 漫画的潜贵出场两次就会用了啊 就如同咱们潜贵所说 吃鸡马笨蛋 我的脚是能自由举下的 甚至阿嬷早就在生前小明还小的时候 把秘密武器交给一艘海 要他在实际成熟的时候交给小明 然后就是小明把潜贵丢到洗衣机里去洗 然后自己跑去泡温泉的神迹 根本就是一代降魔大师的一件 后来甚至还出现了为奇怪的鸭文要来暗杀小明 而此时的小明还在各种发放福利中 甚至就连异兽海来了 他都触遍不惊 更别说漫画还有一大师布下了把门盾甲之术了 这样坏人那边到底要怎么赢呢 而且漫画里的兽海从一开始就非常尊敬钱贵 完全就是扮演动画里阿嬷的角色 甚至还要负责教训小明 而且阿嬷准备的秘密武器 其实就是解放潜贵力量的咒语而已 更别说现在的潜贵还真的是凶的跟鬼一样 还有这个把潜贵打成不爱吃的鸭文手下 当然也是动画里没有的角色 于是眼看大家都要量了的兽海 只好把阿嬷的秘密武器交给小明 结果打开来居然又给我玩了套五字天书 果然这招不止中国爱用 连日本都很爱用 后来小明甚至还帮易兽海挡了三枪 不无愧是威力加强版的小明 又有种又有意气 要是动画版的早就抓着异兽海挡在自己前面了 因此威力加强版的小明 才够格启动五字天书得到一大师的真传 Mine Blade一休止之术 就像发动咒语解放潜贵的力量 不过不得不说的还是 动画版的咒语都编得相当中恶又到位 基本上从这里开始漫画跟动画就已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平行世界了 后来这个鸭文甚至还变装潜入世神艇 而且还把小明帅得不要不要的 殊不知小明马上智商上线 怀疑这人莫非是鸭文变装的 真的是最讨厌你这种直觉敏锐的孩子了 不过他最后还是没有确认就是了 而漫画跟动画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 漫画没有那么多的限制 那个人爱怎么杀就怎么杀 真的是人头随便落地的那种 因此寄生兽的强度跟潜贵的强度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 就像这个双重金刚脚 潜贵打地市场就会了 不过也不难看出这个蜘蛛怪在动画版里 就是他们利林去死团变的 而漫画的之所以戴着面具 是因为他变身的时候破相 他的老大叫他用面具遮好那张仇帘 当然漫画的露出尺度跟血腥程度都不是动画所能比拟的 毕竟动画受到了规范还是大上许多的 后来鸭文肯定还是要被潜贵给干掉 结果又出现了什么狗屁四奏式跟奏杀成的 又可以在玩上至少四个回合 甚至鬼神潜贵其实还有力量完全解放的第二阶段 差别就在于衣服中间多了一个洞 没错就是多了一个洞而已 而这个咒杀成还是利用镇上村民的灵魂建造而成 不过幸好只是把灵魂借来用而已 这些四奏式也是有够背欺 这样只要把他们四个干掉后 村民又要复活了啊 结果小明还在战斗途中被潜贵的金刚脚插到 殊不知就在这个时候 易大师又显灵来看真真真孙女的裸体啦 而这个金刚脚其实是易大师创造出来的武器 所以他并不会插死小明而是会帮他打通任督二脉 再来小明就想到要用猎豹风来对付这个火焰混蛋 由此可见动画版其实就只是将漫画版拆解开 再重新排列组合成另一个平行时空而已 不过漫画版原创的东西还是很多没有被移植到动画版里 例如很多画面其实原作很多都是有画点的哦 毕竟大哥你是知道的 不得作画的那我也啊 后来就下海去画成人漫画了啊 再来就是把寄生果当糖果吃的魔人 跟咱们犬神狼变得是不是有87%像呢 不过这个鬼人一次就吃了六颗寄生果 那个力量之提升完全是不同的档次 甚至咱们的小明还能充当捕师 帮咱们的潜贵补血 究竟是要怎么输 后来终于对上四咒师的老大 居然把镇上村民的灵魂贴在盔甲上 根本无耻到了积淀 甚至还骗小明用他的灵魂来换权阵的灵魂 结果最后的解法居然是用敌人收割灵魂的镰刀 去把灵魂收割回来就行了 我怎么没想到呢 就这样撒逼四咒师终于被全灭 世界终于再度恢复了和平 再来就是让世界和平的海边福利片 这在动画里要到第三十集才有啊 漫画在第三本就出现了 而且那个偷脸鬼也是整个完全照办 除了剧情有些不一样以外 其他设定几乎是完全吻合 而后来的木乃伊旅馆也是剧情不同 但角色设定上是差不多的 最大的差别就是漫画将它做成的上下两集 而且绝对是漫画福利最多的一段剧情 那个篮球是琳琅满目啊 动画则是将它整个精简成一集 还有那个三脑蚕尸跟结膜都是黑眼老师为了动画版所设计的原创角色 因此跟这四位有关的全部都是原创剧情 而且漫画的犬神狼在这个时候就已经登场 撞针也跟动画不一样的 跟前鬼抢寄生果想要带回去封印 结果最后被犬神狼给抢去吃 而且抢寄生果吃的目的就是要让黑帝变身毁灭世界 因此那个什么银虎那戏犬神他妈的 全部都是动画原创的戏码 不过犬神一扬指就是真的了 而真正的犬神四天王完全就是没见过的东西 像这个鼻子还没长藏的P5一格尔就是其中之一 而且就如我在动画版介绍时说的一样 漫画的犬神这么强就真的是自己的寄生果自己打了 不像动画一直在那边捡人家打射的尾刀 在那边浪费时间 还有动画版那些被杀光的高野山生人 既然没有安久 他们在漫画版里自然也就活得好好的 不过他们随后又被玄武给杀光了就是了 于是随着敌人越来越强 前鬼不能换衣服 当然只能玩起六刀流了 你看看我在动画版解说时 说要把金刚脚插满整只手的绝招 是不是差不多要实现了呢 而咱们的玄武那么强壮 会点欧拉欧拉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甚至就连保护塔斯亮的人也完全不一样 而前鬼电烂安久的打雷绝技 就是用在这只玄武身上的 殊不知玄武时代太强 没有电死他 前鬼自己就先变成了骄阿巴 再来你就知道塔斯亮要出场了 于是就在小明衣服破掉之时 就是咱们一大师出来上课的最佳时机 这次又出来叫小明去找后鬼 而那个后鬼种也是存在的 就是剧情完全大相径听 这里是另一派后鬼后人的生女所守护的 女人与前鬼不得入内 不过后鬼的坟墓被打出来的剧情还是一样的 但是呢漫画的棺材里是真的有后鬼躺在里面的 想不到吧 再来会发生什么事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那个让前鬼复活的仪式有那么点久 还有那个五大狼招来什么的还是有的 而且洛克人那点小伎俩 咱们玄武也是会用的 接下来自然就是超鬼神前鬼来赢圣灵了 数字这个玄武不只会洛克人 他连弗里咋的那套都会啊 而那个黄金龙黄金斧 自然也全部都是动画原创的东西 不过那个黄金斧是真的设计的相当优秀 那是又帅又好看 在漫画里其实就只是前鬼的新金刚脚变的而已 而且造型相当的一般 最后玄武自然还是难逃被秒杀的份 后来还有悠悠白书的压拉黑帝会长翅膀啊 而后鬼最大的差异就是 他觉醒后一直都是后鬼的状态 不像动画版的会变回塔史亮 后来甚至就连忍者规的史林特都来参一脚 甚至就连这种两只狗互咬的戏码也是有的 前鬼暴揍黑帝也是漫画才有的剧情 而这个背叛犬神的吸血鬼 应该就是银虎的蓝图了 后来还中途插入了一个短片集 也就是前鬼最初的设定 护法轮是从石头里挖出来的 小明的祖先被设定成那个阴阳师安倍勤明 应该是没什么好意外的 而这个短片集里的妖怪就是那个偷拍狂魔 因此作为短片设定的第一集 剧情上当然还是跟动画有相当大的差异 就连前鬼头上的图案也不一样 接下来就又回到了本篇漫画 犬神也趁机抽了个空 洗了个头换了套衣服 而漫画的阿嬷在小明很小的时候 就外出调查异象 一直到现在都生死未谱 然后前鬼就用龟派气功把白狐给秒杀 咱们的阿嬷这才带着一狗票高手堂堂登场 不过他们并没有马上派上用场 后来后鬼也有自己的弟子力可以取回 除了变得比较帅以外 那根又长又细的不动龙棍也是不会少的 然后朱雀就被打成了智杖 再来就是犬神洛克人跟超鬼神前鬼的对决 又因为这边犬神是跟魔神兽合体 所以没有两颗只有一颗 而阿嬷的功能就是去偷袭魔神兽的剪 就这样超鬼神力全解放 即使是用在犬神身上的 不过最后还是用龟派气功间 超级霸王电影弹 才把犬神给打成了智杖 魔神兽的剪也被阿嬷特物给炸成了粉碎 世界就这么恢复和平 再来又接了个外传 补足前面没有的小故事 诸如动画那个恶心的校长篇 漫画其实是一个把人变成人偶的哈宅 金刚角当然也可以像这样往上涨的对吧 接着便又回到了本传故事 阿嬷终于回到益咒法堂过年 就是一个脱戏的过渡期 再来才是传说中的帕萨拉之章 某个季度一家的鬼道家小儿子 以为解放的是他们家的守护神 其实解放的是斗神帕萨拉 而且还是义大师的鬼神军团的首领 因为背叛义大师而被my brother 以羞使之术给封印 还有这个会射箭的妹子 也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而作为鬼神军团的首领 三两下就把前鬼跟后鬼打成白痴 也是很正常的事 动画里前鬼变成废物的设定 也是这个时候莱特 而那个打到宇宙去的画面 也是前鬼跟帕萨拉决斗的场景 甚至还打到月球去乱涂鸦 才把帕萨拉给封印 后来又是套路的脱戏闲晃赚稿费 后鬼变身混入人间的设定 也是这个时候出现的 甚至后鬼还一度自杀来成全钱贵 就这样见到了他真正的爸妈 这才觉醒后鬼的全新马尾造型是king啊 不过这个附身神篇实在是太脱戏了 就是个人类欲望形成的风系附身神 打了老半天才把他给干掉 甚至还有第二只附身神云海 一样又拖了快一整本的单行本 才把他干掉 剧情既没什么爆点也没什么创意 就是看他们一直在打架而已 也难怪最后会被腰颤 最后只剩下一本单行本的篇幅 居然还出了一个虚空之章 这四个在一本单行本里面就全部死透 完全就是来拉赛的一行众 最后甚至还来了个人鬼殊途大告白 直接就让前鬼得到爱的力量进化成斗鬼神 而这个虚空首领在解开龙魔大帝的封印后 就被咬死了 是的因为我们已经没有篇幅可以给你了 你就直接去死吧 最后小明还被一大师帮他换套全新的衣服 当然是帮他脱光后再穿上的那种 就让小明跟前鬼一起加入战局 那既然是最后一战自然是要连鬼神前首领也一起叫出来 才够大场面对吧 那那个虚空傻逼也还没死透 甚至还跑来帮助小明一伙 因为他就真的是个虚空没力量 烂到只剩下一张嘴啊 真不愧是腰斩大结局 什么都来的特别快 前一秒还在敌对 下一秒就又一家亲了 最后大杂烩五人组三两下就把龙魔大帝给干掉 世界就这么恢复了和平 不得不说这个结局真的是烂到流淌 鬼神童子早在犬神篇的时候就该完结了 后面的几乎都在待戏脱棚 也难怪动画版的断在犬神篇真是一个恰到好处 又是一部动画救了漫画的经典作品 那么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 我是RT 鬼神童子还是看动画就好了 我们下次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